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讲解一下关于高二单元二 从民族大融合到新生的大帝国 在这单元当中呢 它包含的朝代是非常多的 包括了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切割了好几块部分来讲 那首先要谈的就是2.1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的部分 那魏晋南北朝是整个中国朝代史上 可以说是一段非常漫长 而且混乱的一个朝代 一个年代 所以呢我们该怎么去分段呢 很简单就是切两刀 所以就很简单嘛 就切成两刀 分成三段 那魏呢是指三国鼎立时候的魏属五三国 晋呢分为两晋 这两晋呢是指先有西晋再有东晋 南北朝呢就分为南朝和北朝 两个朝代同时就存在 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来比较详细的去叙述其中的分段 魏晋南北朝之前到底是什么朝代呢 就是东汉 所以东汉结束过后呢就进入所谓的魏晋南北朝 所以我们说魏是指三国鼎立时候的魏 就是魏属五三国嘛 那晋呢是指西晋 先是有西晋 后是有东晋 但是呢东晋它的这个政权呢是南迁到南方去 那北部呢出现了胡人所建立的政权 有五种胡人就是五胡分别建立了16个国家 那16国是哪16国你根本不用去背他 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说哈 这五胡16国跟东晋两个政权是同时存在的 北方的五胡16国呢是属于胡人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那南方的东晋呢是汉人所建立的政权哈 那接下来就到了南北朝时代 就分为北朝和南朝 也是一样哈 北朝呢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就是先由北魏 后来呢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那再来东魏变形了北齐 西魏变形了北周哈 这是它的发展 就是所谓的北朝 胡人的政权 就是少数民族的政权 南朝呢是属于汉人的政权 先后呢有四个宋旗良城 所以红旗这样记就好了 五胡16国哪16国不用背他 你知道说到东晋的时候呢 有北方胡人政权 南方汉人政权 在南北朝的时候呢 北朝是属于胡人政权 南朝属于汉人政权 这样知道就好了 所以就要个概括哈 那如果我们要说威京南北朝 是从哪个年到哪一年 一个七月年代的话呢 是从220年 潮丕潮丕就是潮朝的长子 开始经历朝位哈 他把汉宪帝飞掉了过后呢 建立朝位哈 开始到589年 随文帝阳间把城给灭掉 达到了统一做个结束哈 所以威京南北朝同时期的欧洲 正在处于什么一个年代呢 正在处于罗马帝国的分裂 就在395年的时候 还有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这是我们曾经读过的哈 就是476年 还有中国时代哈 所以换句话说 欧洲国家跟魏京南北朝同时间两个来比较的话呢 欧洲国家是相对是比较落后一点的哈 那魏京南北朝他本身也没有真的好到哪里去啊 夺光辉啊 而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年代 他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主要有这五点哈 第一个呢 就是政权更迭最为频繁 所以呢 一般上 魏京南北朝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形容 就是三国两境南北朝 就是方便记忆哈 三国是指三国鼎翼时候的三国 两境呢 是指西境和东境 南北朝是指北朝和南朝 两个同时存在哈 所以呢 政权更迭 就是说一直不断的换 换谁呢 换别人来当这个皇帝 一直不断的换哈 所以呢 整个政治是非常不稳定的哈 再来第二个呢 经济中心开始难移 为什么经济中心会开始难移呢 就是因为那时候呢 中原地带一直战乱不断哈 每天都在打仗 所以呢 没办法生存下去 平民百姓呢 或是比较有能力的人呢 就是比较有钱的人 他们就会逃命啊 往南边去逃命啊 尤其是在这永家之乱过后呢 中原的人呢 就开始迁徙到江南去 就使到江南成为传播 中原文化的重镇 因为这些有钱人家 他们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呢 会带着他们的家圈 然后带着他们这个工匠们 把这个种植的技术哈 还是工匠的技术 传到南方去哈 所以在南方这边开始定居下来 变成整个经济中心 中原不再是重要的 而往南边移哈 这样一个结果哈 再第三个呢 民族大融合 民族大融合这五个字 要怎么去理解呢 主要是指说 他们不同的民族之间 产生了通婚的现象哈 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哈 就是我们统称为胡人 还有中原的汉人 他们的互化 什么是互化呢 互相的影响 就是说胡人的文化 会使到汉人想要去学习 汉人呢 也想去学习胡人的文化 之余呢 胡人也就想去学习汉人的文化 两个互相的影响变化 交杂出来叫做互化 所以呢 北魏孝文帝是个很明显的例子 他本身是胡人 那他在建立这个北魏的时候 为了方便统治嘛 有很多的这个汉人的子民嘛 所以他为了方便统治 就开始推行了汉化政策 他宁可不要再穿自己的传统的服装 胡人的服装 而改穿汉服 这样子 就大量的吸收学习的这个儒家思想 来进行统治 所以可以说是个民族大融合的现象 是非常的鲜明的 大概就是指说他们互相的通婚 不方的种族互相通婚 文化之间呢 也会互相的融合 变成一个新的民族 那再来第四个呢 就是文化发展非常的丰富 因为那时候呢 魏晋南北朝肝手术的嘛 战乱不断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未来 没有对未来有一种确确的感觉 就是有常常会有一种非常不确定感 非常的恐慌 会觉得说反正就是金热不知明日是嘛 那我今天还活着明天还还活着吗 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因为战乱的关系 有人打进来了 那我就死掉了 所以呢就变成说有两种极端的情况出现 一种呢要嘛就走玄学 那什么是玄学呢 就是他们会谈一些比较深奥的 会有把这个道家的想法 会比较消极的想法拿出来谈 叫玄学 所以呢 谈玄学的风气叫做清谈 那就出现了竹林七贤这些人物 这是比较消极的 那比较寄望于死后的世界呢 就走这个宗教信仰这一块嘛 所以那时候呢 佛教和道教是非常兴盛的 因为那时候的人就是往往就不知道说 明天还活着吗 那人生无常嘛 那我就有个宗教信仰是比较好一点的 就算如果明天死掉的话 那也没关系 至少我有信仰可以有个地方可以走 会这样子 所以文化方面是很丰富的 再来第五个呢 就是氏族的兴起与没落 那什么是氏族呢 就是氏家大族 这个氏族呢 是从魏晋南北朝这边开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西晋的时候呢 开始形成 他们呢 有权力 有办法掌控了皇帝的权力 所以就是所谓的有权力的这个层次嘛 开始慢慢的掌控这个政权 变成了氏家大族 所以氏家大族呢 他们都是世世代代当官的 就叫做氏族 这是他的特色 那我们来谈一下什么是胡 胡就是汉人对各种边疆民族的通称 所以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 出现所谓的五胡 五胡是指哪 五种少数民族呢 是指说匈奴 鲜卑低节腔啊 所以呢 五胡在早期的课本呢 我们的这边的课本或者是台湾的课本 他会这样子写 五胡乱华 如果写五胡乱华的话呢 是站在中原汉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说五胡这五种少数民族呢 来侵入中原这边是来乱的 所以叫五胡乱华 但是我们这边的课本呢 不会再这样子写了哈 特别上的叙述是五胡十六国哈 他没有再用乱华这个这个角度哈 所以呢 就说没有站在大中国的思想上来写哈 好 这是题外话了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 自从西汉和东汉开始呢 内喜的游牧民族呢 称王起兵 游牧民族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性呢 就所谓的竹水草而居 哪里有水 哪里有草 我养的是一大批的牛羊 我就去放牧嘛 那让这牛吃的宝羊吃的宝 那我就可以 嗯 把他去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去 再去放牧 就叫竹水草而居 哪里有水 哪里有草原 我就去了哈 就叫游牧民族 但是呢 从汉朝开始呢 这些游牧民族 开始往 内陆地方 去迁移到中原地方去哈 所以呢 他们慢慢的建立起 他们自己本身的势力哈 尤其是这个西晋 永家之乱过后呢 这样的情况更加的明显哈 那我们看一下这右手边的图哈 这是当时候五代时期的胡人哈 嗯 他们的这穿着服装哈 一般上的胡人的服装是窄袖的 为什么是窄袖呢 如果他还是穿着像汉服一样的大漱口 或者是大修膳样子的话呢 是非常不方便的 因为他们刚才所说的嘛 竹水草而居 你是要骑马去赶羊赶牛的哈 那如果你袖子太大的话呢 就会没办法把那个马的那个 弦牙肋嘛 把那个弦给拉好嘛 对不对 那就马就会摔倒 自己也会摔倒 这非常危险的 所以他们的袖口呢 就是窄袖的哈 那因为骑马的关系呢 女生都是穿裤子比较多哈 那他们呢 是不像汉服 汉服的话就是诱刃的嘛 就是说你的右边的这个衣经 是在上面的叫义务刃 所以他们是属于圆领的哈 是没有这种刃存在的哈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是为了 他们这骑马的方便嘛 所以呢 胡人的特色跟汉人呢 是相差很多的一个不红的特色哈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哈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东汉 到底是怎么样结束的哈 东汉末年的时候呢 他的结束是因为发生了黄金启示 当时候的人民呢 再也没办法生活下去了 因为东汉的朝廷的朝政是非常的迷烂哈 就是皇帝也不上朝的 然后也没办法去管理国家样子的哈 政权也是旁落的哈 所以然后最后呢 农民没办法生活下去 他们只好起来 反抗了就叫黄金启示哈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朝廷呢 受与地方的周军长官呢 有军政大臣 所以慢慢的变成周军长官呢 他们拥兵自重 就是招了很多的兵马 很多人投靠他 所以他的势力强大起来了哈 所以黄金启示过后呢 中原地区呢 就被豪强所格据 汉朝中央集权的就慢慢的瓦解 所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哈 这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一个朝代所发生的事情哈 那在群雄当中呢 出现一个豪杰 就是曹操哈 曹操做什么事情呢 他就携天子一令诸侯 把这个天子抓起来过后呢 就命令诸侯嘛 但是呢 曹操并不是建立这个朝位哦 曹操是由他的长子 就是曹操所建立起来的哈 这是曹操的画像哈 那三国鼎立的局面呢 是在发生一场很重要的战役过后才形成的 那场战役是什么战役呢 就所谓的赤壁之战哈 话说208年的时候呢 曹操亲自率领着20万大军南征往南边来打 在赤壁这地方呢 就现在的今天的湖北的赤壁 另外的说法是在嘉瑜的东北哈 这地方就被刘备和孙雪的联军 给打败了哈 那刘备和孙雪的军队呢 他们两个总加起来呢 都完全比不过这曹操的人数哈 但是呢 不要忘记了 出了个诸葛亮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妙招哈 就是包括了草禅接见 包括了诸葛亮去接东风哈 所以有句话说什么呢 万事俱备 只牵东风 所以把这个曹操大败 就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哈 这是当时候这个 去壁之战的这个图哈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赤壁之战打完过后呢 就确立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哈 那三国是指哪三国呢 第一个就是由曹操的长子 曹批所建起来的曹魏 他的国号是魏 因为他姓曹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会把它也称为曹魏哈 就是加上个曹字嘛 定度是在洛阳 什么 对照这地图来看的话 他是在米式的部分 就是个洛阳哈 那第二个呢就是由刘备所建立起来的蜀汉哈 那是属于森律师的部分哈 定度在成都 所以成都现在就是现在的四川嘛 蜀就指四川哈 那因为刘备本身是属于汉朝的后代哈 中式的后代 所以呢 他就是一国号定为汉 叫蜀汉 就在蜀这地方叫蜀汉 那另外呢 第三个呢就是由孙权所建立起来的吴国哈 因为这吴国呢在地理位置上呢 你们看到哈 他是刚好是处于东边哈 所以称为东吴 定度在建业哈 所以呢 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过后呢 因为刘备三顾茅庐非常有的有诚意 请出了诸葛亮为他的相哈 所以呢 就来会想要恢复这个汉王室哈 那在众多的这个势力当中呢 三个势力当中呢 最后朝位是看起来是比较强大的 但是非常不幸的 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延篡位 那你注意看哦 这个篡位的位不是位子的位哈 是位国的位 意思是什么呢 司马延原本是属于朝位底下的这个层子 他上来把这个朝位呢 把他给的政权给抢过来 所以建立一个进 新的一个朝代叫进 所以把原本的组织的国号给去掉了 变成个进 这叫篡位 那司马延是篡谁的位呢 就篡这个朝位的位子 篡位哈 那个位子的位哈 所以呢 就把国号改为进 称为进五帝哈 那我们常常有听到一句话 叫做司马昭之星 这样子的邂逅语 后面那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路人皆知嘛 所以司马昭的时候呢 他已经有 想要篡夺这个权力的这个意思了 只是说 没有把他真的做出来 直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呢 就做这样的事情哈 把这个朝 批所进起来的位国呢 把他给抢了过来 进了一个禁朝哈 这样子 那禁朝就开始了西境哦 好 这是蜀汉哈 我们刚才所说的哈 这是刘备的画像 他就是蜀就在成都的部分哈 好 这是蜀哈 成都 四川的部分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哈 这个西境呢 就是由司马昭的儿子 司马延所建立起来的 司马延就被称为进五帝哈 就建立这个西境 那在二百八十年的时候呢 他本身就派兵南下去灭武 把三国鼎立时候的那个东武把给灭掉过后呢 三国时代就结束了 就是进入了短暂的统一 为什么说是短暂统一呢 因为这个西境没办法维持很久 就灭亡了哈 那丁度在洛阳这地方哈 那直接发生了个八丸之乱哈 好 这就是进五帝司马延的画像 所以我们看一下哈 这个西境的首都在哪里呢 就是在洛阳这地方哈 把它圈起来哈 洛阳 那西境为什么会如此的短暂呢 是有三个原因哈 第一个 君臣奢民 皇帝跟臣子都是过着非常奢侈 弥烂的生活 就是不理朝政啊 第二个呢 就是进宗室呢 诸王相互的残杀 为了争权夺利哈 就争着皇位 就杀来杀去的哈 再第三个呢 就是致命杀 就是静怀帝勇家时期的时候呢 有个贵族哈 匈奴的贵族 就少数名字的贵族哈 他叫做刘冲 在三百一十一年的时候呢 贡献了他们的国都洛阳哈 把静怀帝给抓起来俘虏了 还杀了这个王公贵族呢 总共三万多人哈 所以呢 就西境就灭亡了哈 所以呢 西境灭亡后呢 他们只好把他们的国都 往南边搬迁 就出现了所谓的东晋 那西境灭亡之后呢 就进入所谓的东晋哈 所以东晋是在南方 汉人所建立的政权 在北方呢 也出现了湖人所建立的五湖十六国 少数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哈 这五湖是指五南五湖呢 就是匈奴鲜卑低劫腔 这五种少数民族 分别所建立的十六个国家哈 那十六国不用去背他是哪些十六个国家哈 知道就好了哈 那我们来谈一下东晋是谁建立起来的呢 就是司马瑞 他就是称为靖元帝 定度在健康的地方 曾经在他统治的时候呢 发生了肥水之战哈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一下这个靖元帝司马瑞的故事哈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瑞这个人哈 司马瑞呢 他死了过后呢 被追尸为靖元帝哈 那他自警文是属于司马懿的曾孙 也是西京的开国皇帝司马瑞的侄儿 他是东京的开国皇帝 那他到底是什么也能够变成开国皇帝的呢 他是听了王导这个人的建议和辅佐之下 才能够在江南这边立足哈 所以换句话说他是靠别人 不是靠他自己哈 所以在316年的时候呢 靖元帝司马瑞就被那个勇家之乱的流冲 杀死了过后呢 西京就灭亡了 所以这时候呢 司马瑞才有机会上位变成了皇帝哈 但是呢 怎么说 他还是属于历代帝王之中呢 最少权威的一个开国皇帝 因为他是谁能够开国 不是靠他自己的真本事 而是靠别人哈 尤其是这个王导这个人哈 所以这个政权的权力中心 是落入了姓王的人的手中哈 所以王氏家属是控制他这个政权的 那他曾经想要把这个局势给改变过来 想把权力给抢回来 但是没办法达到哈 所以到最后呢 就心力缴脆的情况之下呢 就病死在宫中 想你只有47岁哈 就属于东京的开国皇帝 这就是他的画像 那东京呢 是从317年到420年为止哈 就刚刚所说的司马瑞哈 就是后来的靖元帝 他就是是属于西晋的皇族嘛 所以呢 他把国都南迁到过后呢 才建立所谓的东京 所以刚所说的嘛 这个东京完全掌控在王道 王室家族的手中哈 所以属于门法士族的统治的政治 所以呢 东京的皇帝是没有实权的 而是门法士族来控制的哈 所以呢 和同时期出现的北方 有什么呢 五湖十六国 所以五湖十六国是由少数民族所建起来的政权 东京呢 是汉人的政权 这两个呢 是同时存在的政权 五湖十六国跟东京哈 那另外呢 有个名词叫做六朝 六朝是指哪 六个朝代呢 是指说三国鼎立时候的吴国 吴国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呢 我们也称号为东吴哈 另外呢 也可以称号为孙吴 这个孙吴不指人民哦 而是指孙权所建立起来的吴国 叫做孙吴 所以孙吴是等于东吴 所以一个了 东吴 就是吴国一个 再第二个呢 就是东晋 另外四个是指哪 四个朝代呢 是指南朝的宋齐良臣 我们都知道 南朝的宋齐良臣 都是由汉人所建立的一个朝代嘛 所以六朝是指说 三国鼎立的吴国 东晋 还有宋齐良臣 这六个朝代呢 都是以一个地方 叫做建业这地方为国都 所以呢 建业就变成了六朝国都之称哈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东晋到最后是怎么灭亡的呢 在四百二十年的时候呢 宋公有遇 就把进宫地把给废掉过后呢 建立了流宋 这流宋呢 就是南朝 上面所写的南朝 宋齐良臣的第一个宋 就是流宋 那流宋建立的流宋过后呢 就意味着东晋就灭亡了 中国历史就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哈 所以呢 北朝是湖人政权 南朝是汉人政权 那右手边这个呢 就是这个司马瑞的画像哈 东晋原地的画像 那东晋为什么选择偏安的心态呢 就说他们没有那个振作起来 想把他们以前失去的土地把他给抢回来 因为相对的西境是比较广大的土地嘛 哈没有哈就是偏安安 我们在南部就好了 不要想那么多哈 好我们看一下里面内容哈 晋世率领在这个中原的汉族的臣民呢 南渡江南 到江南去哈 就把国都定在建康哈 所以我们把他给圈起来哈 这个就是建康 建康就所谓的六朝首都 刚才所说的六朝是什么 那六个朝代的首都都在建康这边定都哈 包括了三国鼎立时候的吴国 还有东晋 后来的宋齐良城 这四个汉人政权哈 总共有六朝都在建康这边哈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东晋呢 是由士族 世家大族所控制的 尤其是王导和王敦这两个人哈 他们当初呢 拥护了这个司马瑞 变成东晋来开国的皇帝哈 实际上呢 他们是掌控了军政大权在手中哈 所以呢 有句话说什么呢 王与马共天下 就是在讽刺这个司马瑞哈 他不是真材实量哈 靠自己实力把这个政权建立起来的 而是被这个王氏家族所控制的哈 所以呢 氏族就指世家大族哈 王氏家族他们呢 跟皇权呢 是两个平起平坐的哈 那在东晋期间呢 时候呢 曾经发生了过一个哈 就是以少胜多的战役 叫做肥水之战哈 但是只是昙花一现的呀 他们并没有那种 想要把戏绪的国徒 我们把他给抢回来这种大致哈 所以呢 不管是皇帝还是臣子哈 君臣凶武大致 满足于偏安 偏安什么意思啊 就是意思说 不要想那么多啦 反正我们在南方就好了 那失去国土就让他失去吧 就这样子哈 所以刚才所说的哈 有重复的地方就是 这个东晋呢 是在420年的时候呢 他的将领叫做刘豫 把这个禁地呢 就是东晋的皇帝 把他废掉过后呢 自己立 自己进了一个叫做宋 这样的政权 就开始了南朝的宋旗良辰的 第一个政权 就是宋朝 哈 所以东晋就灭亡了 开启了南朝的政权哈 那刚刚我们有谈到一个 就是以少甚多的战役 肥水之战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什么叫肥水之战哈 他是在东晋 刚刚建国的时候呢 在383年的时候 钱秦 钱秦是属于少数民族 五胡十六国的其中一个政权 叫钱秦 他的国王叫釜坚 率领着80万的大军 来攻打这个东晋 80万的大军来的时候呢 东晋他只有8万的军队部队 8万人怎么抵得了80万呢 所以有这两个主帅 就是谢时和谢弦 同领着8万的军队 来抵抗80万的入侵 结果没想到 他们竟然用那么少的兵 去粉碎了前行的这个公道哈 所以呢 东晋是获胜的哈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以少甚多的战役哈 所以呢 有非常多的成语的典故 包括了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 这只说他们就是风很大 呼呼这样子响哈 所以他们以为是人 来的人很多 其实都没有哈 只是心里战术而已哈 所以呢 是曾经 其实他们是可以强大起来 但是没有哈 这个东晋的皇室 国君 还有臣子选择说 偏安就好了 不用想那么多哈 所以变成是没办法壮大起来哈 那南北朝呢 是指四百三十九年到五百八十一年期间哈 南朝和北朝这样子两个名词呢 是源自于于这个唐朝的一个史学家叫李延寿 他所写的南史和北史这两本书哈 所以南朝和北朝 他们两个分歧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南胜北弱 南部比较强 北部比较弱 以黄河为界 但是呢 在北魏太武帝南征过后呢 还有南朝 宋朝的内乱过后呢 南朝的国界就一直退退退 退到海水以南 就是一直变成弱了哈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北朝哈 北朝就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哈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属于北魏的建立嘛 那这北魏呢 是由鲜卑人 他的名字叫做托巴龟 这是他的姓名 很特别哈 因为少数民族嘛 叫托巴龟 所建立起来的政权 定入在平城哈 所以北魏的建立 就标示着北朝开始了 就进入所谓的南北朝时代哈 好我们看一下 这是北魏哈 嗯 所以刚才讲 他的首都是在平城这一边哈 把框起来了哈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嘛 哈 这个东京的灭王 是因为他的将领呢 犹豫呢 篡夺了哈 就是把权力给抢过来哈 就建立了所谓的刘宋哈 这个宋呢 就是南朝的第一个政权 宋旗良辰的第一个 就是宋朝 刘玉所建立起来的哈 我们把它给圈起来 所以进入了所谓的南朝的时期 所以呢 北朝南朝开始建立起来 就进入所谓的南北朝时期 所以呢 就形成这样的局面咯 北部的北朝呢 是由少数民族属建立起来的哈 那南部呢 出现了南朝 就是汉人的政权 出现了南北对质的局面哈 所以呢 北部呢 就是有北魏 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后来东魏呢 就变形了北齐 西魏变形了北周 那南朝这边出现了四个汉人的政权 就是宋旗良辰哈 那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魏晋南北朝政权 到底是怎么样演变的呢 就是来做个复习哈 东汉结束过后呢 就进入了所谓的魏晋南北朝 魏呢 是写三国鼎立时候的魏哈 就是朝魏 那再来就是西晋的建立 西晋呢 就往南部搬迁 搬出了东晋 所以北部出现了五湖十六国 五种少数民族建立的 建立的这个十六国哈 所以两个五湖十六国跟东晋呢 两个是同时存在的哈 那后来的北朝就是北魏 经过了分裂 就变成了北齐和北周 再来呢 就是南朝就是有宋旗良辰 所以北朝和南朝 这两个政权同时存在 好 现在我要讲的就是魏晋南北朝的终结 是结在谁的手中呢 就结在北周这个政权 他的岳父的手中 他的岳父是谁呢 建立了隋朝的阳间 阳间呢 他篡夺了北魏的政权 把他给抢过来 自立自己为皇帝哈 建立新的朝代叫做隋朝哈 所以他就是后来的那个水文帝阳间 那这阳间在抢这北周政权的时候呢 把他给推翻掉 进了个新的朝代的过程当中呢 是让人诟病的 为什么呢 他欺负人家孤儿寡妇 那孤儿不是别人 是他自己的亲孙子 那寡妇不是别人 是他的女儿 所以呢 他是趁他的女婿找死了过后呢 把孤儿寡妇给欺负了 把那个孤儿的政权给抢过来 进了个新的朝代 就是水朝 好我们就讲到这边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